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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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的ET1走開創第一隻精選港貴 領展823架 領展是本港最大架房地產信託基金 派息穩定、抗疫力強 尤其在震盪市況下 屬於穩健收息致選 領展近年積極收購 希望透過增加海外併救 分散投資風險 例如去年收購了中國物業 太陽新天地救物中心 上星期外電引述消息指 領展有意參與 競投、新加坡、NTUC旗下 Merkatis一男子商場和商業物業 估值大約40億波元 折合大約226億港元 領展自2015年11月上市以來 分派年年增加 過去三個財年 每基金單位分派 分別增加6%、1%和5% 少數仍然在逆境下 增加派息的本地房托 領展現價是63.85 相當於預測2023年股息率5厘 2024年股息率5.2厘 策略上建議62元買入 目標體86元 即是較NAV日價12%左右 指洩價定在55元 第二種精選港股是華潤啤酒291 華潤啤酒2021年營業額 是333億9千萬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6.2% 根據公信部數據 2022年上半年 內地規模以上 釀酒企業啤酒產量 是1844萬千升 按年下降2% 單計6月份 啤酒產量是419萬千升 按年增長6% 較5月份 按年增長0.7% 按年有0.7%的跌幅 是大為改善的 策略上建議53元買入 目標價是60元 50元便適宜自洩 美股方面可以留意高盛 股份代號是GS 美國銀行股在公佈業績後走強 除了股神愛股花旗銀行之外 高盛亦是另一種具有價值的選擇 高盛剛公佈第二季純利 按年增長4.6% 到29億3千萬美元 相當於每股攤勃 盈利7.7美元 跌幅是48% 較第一季下跌 百分之28 綜合上半年順利 減少4.4至68億7千萬美元 相當於每股攤勃盈利 18.5美元 跌幅是45% 第二季年化股本回報率 是10.6% 較第一季15% 和去年第二季23.7% 都顯著回落 不過每股帳面值持續提升至 301.9美元 增幅是6.2% 業績雖然倒退 但回歸有驚喜 第三季派息 將會增加至每股2.5美元 增幅是2.5美元 季度股息加碼之後 高盛的股息率升至大約2.5里 不過其實仍然低過 摩根士丹利大約3.4里 以及摩根大通的3.5里 若然參考傳統的估值方法 高盛PE只有9倍 摩根士丹利大約是12倍 摩根大通大約是10倍 相比高盛自己的歷史PE 現價仍然屬於較低水平 盈利如果持續下跌 PE就會上升 銀行股本身是屬於周期性股 所以應該是在逆周期時慢慢收窄